记者汤士明彰化报道,真的7天就回来。 失踪多日的彰化县17岁潘姓少女,今天,1日,下午在南投县被警方巡献找到, 不过潘女情绪激动,警方安抚情绪后才逐渐平复, 由原警带回派出所与母亲相认,母女都相当激动。 潘女母亲开心地直说,回来就好,潘女失踪连日来有民众曾预言, 应该7天就会被找到,今天第7天果然现身,直呼证明民众神预测, 警方堪称是寻人高手,至于潘女的男性有人为何将她带走, 以及潘女为何要离家,警方愿略提到,应是潘女家里管教慎严, 以及学校课业压力,而想出去走走,没想到会引发轩然大波。 潘女5月26日由无姓男友从张化市带走后,即下落不明, 母亲即向张化警分局报案协巡,连日来十分担心女儿恐遭遇不测。 昨天,31日,潘女LINE动态上突然出现我现在人在台北, 只想静一静,也不用去找我前男友,我跟她没有任何关系, 拜托你们不要再去打扰她等字句。 母亲见这些话语完全不像女儿的语气,而最近社会上凶杀命案这么多, 她已做好最坏的打算,赌赢了是我的,赌输是女儿的命, 但就算女儿遭遇不测,也要把女儿找出来。 现在女儿找到了,她开心地直说,回来就好。